这里是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迁道处 那从昨天开始就有代表陆续抵达这里 大家看现在在我身后就有代表在这里正在完成迁道 而这个迁道本其实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巧妙 它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卷轴的形式 在论坛年会结束后 卷轴也会被复制成微缩板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根据了解这次论坛年会 共有29个国家高级代表团 180余名外方代表参加 其中20个国家是海军海上防务部门的主要领导人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已有23个成员国与7个观察员国 我们必须要努力一起 保持这些海军论坛 这些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都是职业 我们必须要努力一起 我们必须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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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 命运与共的海洋 22号年会会议将讨论表决论坛成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灾害响应指南 无人系统等议题 23号上午举行高层研讨会 多国海军海上防务部门领导人 将围绕全球安全倡议与海洋和平安宁 海上安全合作与国际法为基础的海洋秩序 共商共建共享与全球海洋治理 三个分议题讨论发言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海军交流的平台 在这里可以和中国海军讨论共同的关切 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张又霞说 五年前 习近平主席在青岛提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为建设和平繁荣美丽的海洋 提供了战略引领和中国方案 中国军队高举合作共赢旗帜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同各国海军不断深化交流交往 积极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合作 主动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 为协力保障海洋事业发展 促进共同繁荣 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将继续秉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 践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 投身国际军事合作 谱写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新篇章 张又霞说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仍不太平 应坚决摒弃冷战思维 携手缔造和平安宁 对话协商弥合分歧 共商共建治理规则 以务实成果 推动海洋安全治理 迈上新台阶 中方一贯坚持 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 解决海上争端 但对蓄意侵权 将依法正当维权 对无理挑衅 将坚决距离反制 我们不惹事 也绝不怕事 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 祖国统一和国家利益 此次 系中国海军 继2014年后 再次承办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共有来自29个国家的 海军代表团参会 期间将举行 命运与共的海洋高层研讨会 以及多场会谈 会见活动 开幕前 张又霞同出席 论坛年会的 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合影 这里是第19届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现场 在我身后 正在进行本届 论坛年会的会议议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与会各国将在这里 唱所预言 各书己见 以命运与共的海洋 为主题深华合作 增进友谊 一道积极推动 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 在今天的论坛年会上 与会各国共围绕 十项议程 展开深入讨论 本届论坛年会 还将审议表决 多个论坛框架下 重要事项 我们是论坛 我们是论坛框架 今年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提出五周年 在采访中 各国代表团都表示 愿意积极参与其中 共同促进海上发展和繁荣 希望能够合出更多的分享 和其他国民主义 在什么我们将将接受 在五到十年里的城市 和什么我们将有跟海洋 我们必须分享海洋 我们不义 我们必须活在一样 我们必须活在一样 在一样的心意 中国人们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 及国家和国家一起来 称为我们可以确保 那些海洋是自由和開放給我們所有人 而能夠給我們爭取潛力 我認為我們所有人共同意 在確保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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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